我很少去关注这个奢侈品方面的东西 因为当时我其实也是 陪我快过生日了 我当时就是在淘宝给他挑礼物 然后就是偶尔刷到了这一款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当时问他这个是不是正品 他说是的 然后我说这个马来士送给朋友的 小票你要提供给我 然后他那边都说是可以提供的 大概半个月左右之后 我收到货就是一个普通的布袋子 然后外面缠了一个 就这个一圈产了一个保鲜膜 去年10月份 小丁通过一家叫赏商海外代购的淘宝店铺 买了一个包 包的介绍写着 LV路易威登南包 黑花八角软盒 和客服聊天过程中 商家表示这个包是专柜正品 可以验货 法国代购 一般预定后两到三天 就去专柜采购一次 确认了就可以安排发货 包的标价是19,460块钱 最后小丁实际付了一万两千九百块钱 小丁说 收到货后感觉包装有点简陋 也没有小票等材料 因为朋友生日快到了 他没有多想就把这个包送给了朋友 我朋友他去参加聚会 他的一个朋友就是 他就说你这个包哪里买的 然后他说你让我看一下吧 然后就拿给他看来 他问我朋友是哪里买的 就跟他说是淘宝买的 淘宝买的话 那你这个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东西 那种车角线啊 然后一些里面的标识啊 可能就是跟正品的不太一样 那具体也没有说 因为当时就是人也比较多嘛 然后他肯定也不好意思 就是当着大家的面说 这个包是假的还是怎么样 然后他说 你最好让你朋友去核实一下 他还是肯定很尴尬 因为毕竟那么多人 而且我你说送给他一个假包 然后他朋友又知道了 那肯定我是很比较尴尬的 这种东西 这个包在路易威登官网上的价格是 两万四千七百块钱 记者和小丁对着这个包左看右看 也不懂其中有什么奥秘 就找到杭州一家商场的 路易威登专柜 想让工作人员帮忙看看 对方表示 他们只承认专柜内售出的商品 对于其他渠道购买的 他们没有鉴定这项服务 不好意思 我们不提供这个服务的 那怎么样才能看得出这个包是真还是 我们也不知道呀 你多少钱买的 一万两千九 自己想一想看就不交好了吗 怎么可能那么便宜 价格差太多了 如果我知道原价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去买这个东西的 我就跟那个淘宝反应 淘宝让商家举证 就比如说购物的那种小票 清贯的记录啊 手续啊 但是商家一个都拿不出来 小丁说当时还没有确认收获 向淘宝反应后 客服判定退款 维权定性是假冒商品 目前钱已经退回到小丁账户 原本这件事情 他想着就这么算了 但之后他接到了商家的电话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商家打了一通电话过来 就是骂我 反正就骂得很难听 说我什么穷鬼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骂得很难听 当时就把我给骂醒了 当时就觉得很气愤 我觉得你一个 本来就卖假货 本来就是你的不对嘛 他现在反过来还过来骂我 想根据那个消费的消费法 就是假一赔三嘛 我现在商家联系不上 就是那个忘忘联系 大家没有回我 然后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上次唯一一次打电话的 那个好像后面也联系不上了 然后就是我现在 就是没办法联系商家 目前这家店铺内 只剩下一个500块钱的 定金专拍的选项 也看不到店铺内的其他信息 记者联系了淘宝方面反映情况 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 小丁表示 他了解到这家店的注册地在福建 打算再拨打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 电话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这样最后再来 您意味着 充实的是